这是一座可以自由移动的小岛 而它的动力来源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正是由这一头非常巨大的马而提供 不过它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可真正珍惜的是岛上的一些稀有食材 而危险也是来自于它们 很快阿鲁带着大火登陆上了岛屿 突然一道黑影窜出 发现是一只土豆萝卜洋葱鸡 在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不怀好意的家伙 他看上去对小松的鼻孔意见很大 突然在森林中传来急速奔跑的声音 以这不巧了吗 竟然是许久不见的宗家大人 真是哪里有好事就有他的出现了 上次他用假票登陆美食马车之后 被人发现于是被关了起来 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华丽地逃了出来 一般人在海上早就死了 而他却是遇到了这漂流的马岛而得救 就在他为此得意的时候 大地却开始震战起来 连小鸟都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很快一只庞然大物出现 一头巨大的水老虎站在他们面前 而这也是阿鲁他们此行的最终目标 宗家这小子见识不妙把腿就跑 这边的阿鲁已经开战 他那强大的飞叉 被水老虎的波浪直接打断 此时波浪更大的灵想用香水反击 可老虎根本不给他机会 只见他的爪子上喷出一道射险 虽然没有打中人 但背后的大石头却是轻易地被切开 这要是被打中还不得动一块吸一块 而想要近身攻击也是非常有难度 以速度著称的狼王刚想靠近 老虎突然炸毛 那带起的水花的威力就如炮弹一般 轻易地就将石头给击穿 阿鲁意识到眼前的家伙没那么简单 一记强力地足刀踢出 然而攻击落在老虎身上居然穿透了过去 最后落在了后面一棵倒霉的树上 再看那老虎却是毫发无伤 不吃物理攻击这可有些大事不妙啊 阿鲁快速靠近后再打出15连钉拳 可那效果还是一样的 虽然攻击无效弹打在老虎身上也把他忍没了 他用水炮将阿鲁击退 遇到这样的怪兽他马上陷入了下风 他更是一度被他打得四处逃窜 就在老虎想继续攻击阿鲁时 他突然往后退了几步 似乎有什么让他害怕的东西 阿鲁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于是他快速地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同时一边挑衅着老虎对他追击 此时到了一个大坑附近 阿鲁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同时将在边缘地带的岩石击碎 而那老虎也是随之掉落了下来 由于大坑之中积蓄了足够的热量 此时温度显然高了很多 谁老虎刚才那么惧怕太阳 也正是他的弱点所在 在这里他的实力将会大大的缩减 趁他病要他命 阿鲁最后用钉拳一招解决了他 半天后他们带着所有食材回到了咖喱店 小胖总算可以制作那最为美味的咖喱饭 他快速地处理着那些食材 每一种质量都非常的高 而众人也是非常的期待 一小时后终于完成了制作 但是小胖尝了一口之后 却发现自己做的东西和父亲做的口感 在味道上完全是天壤之别 这使他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他又一次哭了出来 甚至有些自暴自弃 小松开口说别一味的只是追求父亲的味道 只要料理让人吃下后感觉到开心美味 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小胖看着父亲留下的那些厨具 回想以前的时刻 确实吃完后感觉都非常的开心 这时小松拿起了一把很奇怪的刀 他不知道那把刀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而这只有他们两兄妹才知道 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 而那把刀是小时候父亲带着他们两人 为了专门削下树上的果实用的 那点点滴滴在小胖脑海闪过 当他接过那把刀之后似乎明白了什么 终于小胖的咖喱饭成功制作了出来 那汤汁浇上去之后甚至发出了耀眼的光 看上去就非常的美味啊 阿鲁此刻再也忍不住了 一口下去那浓郁的香味瞬间沾满味蕾 不同的高级食材在他嘴里跳动 肉类和蔬菜混合在一起那无敌的质感 水老虎的味道实在太棒了 大家脸上无意不露出了笑容 更是赞叹这种味道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 原来那棵果树上面的是巧克力果 而小胖加入了他之后 巧妙地让所有味道都融合到了一起 最终让美食得到了升华 而除了这些食材的珍贵以外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小胖融入了父亲对他们的爱 和父亲在一起他们是那么的欢快 一针针的画面闪过 也勾起了他们心中最为美好的回忆 也许是因为对父亲那强烈的思念 这才造就了最后的美味 我想他们的父亲在天上看到这一幕 也会由衷地表示高兴吧 此时闻到位的游客也马上聚集了过来 不到片刻就排出了长长的队伍 海边突然绽放出美丽的烟花 这一刻劳累了一天的阿鲁一行人 也是静静地欣赏着这一份美好